大半夜两名男子在路中央跑步 似乎还算准了时间 故意闯红灯胡闹嬉笑 触发了红外线侦测感 闪光灯瞬间照亮了昏暗的路口 事发就在苗栗台三线 短短8秒钟的影片 在网路上不断被转传 警方接获消息调查 发现这两个年轻人 玩弄红外线侦测感之后就跑了 警方表示以前月线感应器 是埋在路面下的 现在大部分都改成 使用红外线感测器 只要超过50公分以上的物体 在耗制红灯的状态 穿越停止线照相机就会拍照 而这两人已经违反了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不过没有车牌要怎么追人 那行人不按耗制制止事 得储行为人新台币300元 是罚缓 那如果造成 因此造成机器毁损的话 将另行追究刑法 妨碍公务 及社会秩序维护法 是罪责 警方表示将调阅周边的监视器 追查接送两人的交通工具车牌 以车追人 除了会开罚外 也会通知他们的家长 有人玩弄红外线侦测系统 已经不是第一次 去年9月也有一台机车 载苗栗头份式 不仅违规超速 还用口罩把车牌遮蔽起来 后座乘客还对着照相机比赞 公然挑衅公权令 警方比对乘客的鞋子跟车型 抓到了违规的骑士 开出一万多元的罚单 TVBS新闻线国际料反映 苗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